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圈子里的好朋友经常一起煮咖啡 做咖啡 冲咖啡 做蛋糕 他其实是一个咖啡师 是个甜品师 对 是个甜品师 是个就是说 不务正业 就只交朋友不挣钱的这样一个甜品师 或者说是摄影师 或者说商人 都可以 欢迎店长的故事有很多 因为我们跟他在群里认识 聊了很开心 那么他有一个 今天我们专门来聊一下 就是他的这台针孔相机 我觉得在我们的圈子里面 玩针孔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就今天把店长拉过来 想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我是在2018年 其实刚接触针孔相机 小孔成像 也是我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是说推荐了 他说你可以详细一下小孔成像这样一个感觉 那给我看了一下片 其实我那个时候看完片 就是起了鸡皮疙瘩 就说这个效果是 我能够去思考画面里的问题的 就是针孔给我的感觉 可能有些人说是超现实 那有些人说是鸡变 那其实给我更多的感觉 它是一个思考的思考 我们在一个画面中能够看清楚 画面里面更深层的一个意思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2018年 我就选择了有一台LOMO的 其实它出了一款塑料相机 WPC的 WPC其实这款相机挺好玩的 虽然是个塑料机吧 其实我拿到手连拍了三卷 其实拍三卷120吧 69 去了外滩 一天拍三卷 其实这个量是很大了 69 8张吧 一天我拍完24张 然后拍完以后洗出来就是 我就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想要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说是我想要的 因为它的暗角 它的畸变 它的一个冲击力 那还有就是说 我拍针孔 当我去拍了这个针孔 我瞬间会感觉到就是我很平静 因为在当下这个节奏都很快 那我需要的不是快门 我时常会说我需要是慢门 我需要是平静 那我用感光度100的胶片来拍 可能在一个阴天我需要曝光4秒钟 7秒钟 那我在室内可能我需要曝光25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快门是打开的 其实我如果在相机背后 那我是很平静的 看它曝光的这样一个时间 那我如果是在被拍的这样一个 因为我会自拍我的一个 做菜的一个过程啊 聊天的过程啊 25分钟 那其实这个过程 我也有想到过像是一个 时空的这样一个交错的感觉 就是我是在相机里面观看 那我同时也可以走到相机外面来观看 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时光的一个感觉吧 给我其实震撼挺大的 就今天呢 我们弹长给我们拿来了一款 它的这个非常嘎嘎心的这个真孔相机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其实是在 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出的 国内非常有名的八旗真孔相机 那这台相机其实它是可以切换成 612 69 66 645 靠这个挡片来切换的 那真孔的口径呢是0.2 0.2毫米 就焦段是吧 嗯 真孔口径 它焦段的话是30毫米 30毫米的口径 对对对 那这款相机我现在拍的东西 挺多了 挺多了 因为我后续看了一些包括 就是我们说到的 Michael Wesley的一些 长曝光的一些作品 他能够把花开 拍到花谢的这样一个长曝光的 还有拍城市建筑的 三年的 当然它是用底片去拍 就是一个城市从它的建筑 慢慢的起来到建完 那这一个时空 三年就包裹一张照片 所以我最近也在拍的一个 最近两年吧 在拍就是冰江吧 想要拍出我 我眼下的这样一个魔术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需要它的是一个机片 核中心它是有一个东西在 然后背景是我们看到的 当下的这样一个城市建筑的很华丽的背景 但是通过针孔去拍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 类似还是蜃楼的这样一个呈现的建筑在里面 对的 会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尤其呢我们会选择下雨天或阴天去拍 嗯嗯 因为它感差别比较小 它在拍的时候和我们普通的 比如说120相机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那其实还是更多的一个自己思考的在里面 然后通过你的曝光的时间里面 会使自己的心情更平静 所以呢我时常聊天我会说啊 就是说拍针孔的这段时间 从18年接触到现在22年 其实我的人的性格脾气会变得不那么急躁 因为这样厨师会很急的呀 你这个菜做跑要骂的呀 但你拍针孔你没法说你在8秒钟你会很着急 急不得的 就让自己沉淀沉浸下来 慢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 原想然后就是一个好玩 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时间 最夸张的就是它的镜会放得很大的 那即便是很好玩的 所以其实你在拍的时候 实际上照片本身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而是这个过程以及之前的准备思考的那个 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这么去拍的这个过程才更重要 对我觉得思考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就是我很多时候就是说带针孔出去说我要拍片 但是一天脚架拿下来一张片都不会去拍 我觉得说没有我想要的一个场景 或者说今天的一个我的一个状态不对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的说的形而上学一点就是说我和相机的这个贴切这个感觉不对 没有到这个里面去 但有时候可能一个上午就会拍掉一拳也会有 我之前有一次室内报的就是我用了三天的时间 因为它每一张片的最短的一个曝光时间是在40分钟 最长的超过了一个半小时 我写了一段文字就是说八年48小时三天 其实那个是关于我的一个甜品店吧 因为疫情关系关闭的一个原因 其实那个时候情绪很复杂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记录怎么去写 我可以用视频记录 但是我想视频管视频 我还是用针孔去记录了 当我的东西被搬离出去 当我的人坐在一个空档的房子里面 当我看见我的甜品是在我门前走动 因为他们要清理自己东西 这个感觉这个心情你人坐下来 它的那种感觉就是说 不能说你的人在 但是你的脑子里面是想的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虽然一张照片呈现不出来 你的一个想法 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说 我是能够去感受得到 我在40分钟的一个自拍里面 我仍在一个椅子上面 一个思考的一个时间 把我给 把我 就是说 把我的 欧拉 你们说什么 灵光 灵魂 欧拉 就是把他给 射下来了 我同时也能体会到 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超现实主义的 哪个 邮金阿杰 对吧 他用钢板去拍的一个大街上 为什么没有人 没有人去拍 就是 我能够去 再重新去回头 看他那个片子 我也能够 有一个就是交流 感觉得到 就是阳光灿烂的时候呢 你去拍就做不到 比如说 技术上做不到那么长的曝光 对 对吧 对的 对的 第二个氛围好像也不是很 对 就缺乏一个氛围感 所以我觉得拍声孔的 第一个是我们用了声孔 这一台类型的相机 去拍一个景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我会说 针孔和你的人本身 是不是够贴切 够贴切 因为很多觉得 我玩一玩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小朋友 就玩一玩就不玩了 就玩了半年 这个东西 没法看 那我说 其实你还没有去领悟到 为什么要去拍声孔 不是说我换一个设备去拍同样的场景 而是说 你要和这个场景去对话 你在看他的时候 他也在看你 当我们观察城市的时候 这个城市也在观察我们 我最早就是你上次那个作品给我看的 看到的时候 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或印象呢 就是说 他因为是长宝光 他你那个就是在江江那个店嘛 撤店的时候 你拍了三小时还是四十 对有一个半两个小时 对很长很长 然后呢 他整个过程呢 就全部压缩在一张照片上面 但是呢 就会发现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跨度拉得足够长 我们说这个一年 再长十年啊 anyway 就是其实是我们截取了一个缩影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 当我们把这个时间压缩在一张照片上面的时候 我们所有很多很多 我们在乎的细节 我们做过的动作 我们说过的话 我们表达的这些情绪 都被压缩到没有了 没有 那么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 比如说烦恼啊 焦虑啊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 尺头上面说了 是不重要的 因为根本不会留下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这个才是我觉得 哦 这个很有佛家的这种感觉 就是其实可以放下 就不重要 这个不所谓 因为放眼 比如说十万年 或者说宇宙的这个时间跨 所有的东西都不重要 就没有那么重要 不足以去纠结 每天发生一件反倒的事情 对 因为你会发现 一压缩了以后 都没有了 对 都没有 其实你做过和不做过 都没有任何证据 它曾经存在过 这给我是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然后我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拍完你就看看 嗯 calm down peace and love 对 对 所以我 上个月吧 我也拿出来 也有看过一些照片 其实我是觉得说 我去看 因为我能够体会我这个八年里面的 来压缩到这个三天 然后再压缩到这十二张底片里面去 我自己个人和我的员工是有感受的 那我们现在也都放下了 其实展望以后的一些事情 可能会更可能会就是发展的会更好 当然这个八年里面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我们记得那么多事 这一个瞬间 怎么说 它不是瞬间了一定是 就是说把八年压缩到十二张底片里面 其实我看到我自己 其实是更成熟了 就是说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否则我不会那么淡定去拍针孔 自己做四十分钟 就我员工会问你干嘛 我说拍下来呢 四十分钟 我想想想 好那你想吧 你想吧 你佛心你想吧 对吧 四十分钟里面摄像机在看着我 整个电的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我自己也在看着 看着我的相机 其实我脑子里还是有很多的思考问题在里面 对对对 这样去该怎么做 该怎么走 完了以后 其实我不能够表达什么 只是在想啊 很放松 很放松 对对对 不断地去放松放下放松放下 那我要做的 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就是说 怎么把我心里的 我观察到的模图给它给展现出来 作为一个上海人 我想把我自己脚步给走慢一点 不想走那么快 同样的我想把我的想法 沉浸在这个照片里面 所以我也想把东西给多积累 多积累一下 然后是做到一个 呈现出一个绕冰江的这一圈的 更好的一个作品 呈现出来 但是实际上因为黄埔江也是上海的母亲河嘛 这个母题其实都是可以讨论的 我也拍我也在拍这个 但是我的角度可能就就跟你很不一样 然后呢我会发现拍多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条河 这条河对每个人的意义又不一样 对对 然后呢呃 对于我们土生土长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呢 苏州河其实才是上海的母亲河 但是呢现在黄埔江 我们一说到上海说到黄埔江 我们就有一种感情在里面 呃所以呢 其实呃可能大家都在拍冰江 对 都在就就就就好像陆元明老师他拍苏州河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呀这个陆老师的苏州河 这个是没人能超越队 但是呢我眼里的说苏州河 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要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 从这个里面要生长出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尝试才能知道 拍多了你才能知道 所以我是在记录一下这个时间上面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说我记录下了时间 更多的是去记录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这就是一些比较抽象的 无形的 但是你能感受到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这些东西 这个一番是拍不到的 其实也能管我这边的楼房 也能管我这边的站好自己的对吧 看是这人这么好 没啥的 那巴特都能管这种东西 我这三个我也在移动了 所以呢我们的黑胶部 我带一个铁菜子 结果我来保证一百六个过 好 保餐不如 饭也 �ós用轮廓秤 presence 铁菜子 这是有伏 Boys 一个人很久 opening 他们会出东西 因你之前 他是在生意的 我手里 leave 这一很消费 他在生意的 在生意上 这个看上去就很高端 你看这个葡萄木 再加上这个黄铜的配件 就古色古香是吧 然后拍的时候是这里取景 对 拍的时候是通过这边取景 然后我们这边过篇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 红窗 对 红窗 然后底下是66612 然后这边过篇 过完篇 然后这边是快门 拍的时候拍完以后 然后就是快门按下 这里下去就快门 对 然后这边就 对 曝光结束 这有点像那个B门 对 就是B门 其实也是挺简单 但是也挺复杂的一个东西 这个大家肯定很关心 这台机器有多少钱 这台机器买来是95星吧 95星 95星千把块钱 1600 95星带塑料盒 不是 带纸箱 然后带说明书 带三个真孔篇 对 有很多来围观的 第一次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你在拍什么 我说 就我是很 就随口一说 我是在拍真孔 然后他就 真孔啊 真孔这个 我说 不不不 小孔成像 就你现在知道 咱们这种 这个胶片圈子里面 拍真孔的多不多 据我知道是在2003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中玩众的人很多 真的是很多很多 包括我们国就我们国内的吧 就有很多很多的 OK 在北京的圈子里面 包括四川圈子 真的有很多 但后续好像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说 嗯 清晰度问题啊 或者是说 大家感觉没什么东西拍啊 因为就是拍一些普通场景 就感觉说 这个东西就是玩完 就是玩一过 然后就去结束了 所以就没有人玩了 但是呢 现在又慢慢的又起来了 大家觉得 哎 好像又可以拿出来去拍点东西 做点东西 所以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段采访 那个能够有更多的朋友爱上或喜欢上或好奇吧 引发大家的兴趣 来加入到我们真孔摄像的这么一个 不能说真孔摄像 小孔摄像的这么一个 一个特殊的小众的这个领域里面来 共同去创作出一些 属于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作品 然后我们店长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故事 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单独再做一些采访 我们还是感谢店长 谢谢小同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